明天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 成功闯关入境香港的六四镇压幸存者方正 76声援绝食纪念六四的学生 他强调香港的自由对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很重要 而六四事件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在绝食学生掌声的欢迎下方正很感动 形容此情此景让他仿佛回到23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既震撼又伤感 他代表所有六四遇难者和被中共打压的意见人士 向学生表示谢意并认为香港的自由很重要 香港的自由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很重要 同样香港的自由的保障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最终要实现民主 否则香港的自由也很难长久 所以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你们的作为 方正强调六四事件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共产党经常说他就代表人民利益 可是在六四时我亲眼的感觉到在那一刻 这个党他真的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们人民的利益被他违背了 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所谓的党真的是一个自私的 方正指出中共因为六四的缘故竟然剥夺他参加国际参级运动赛事的资格 随后逼他流亡美国都进一步暴露这个党的自私本性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